包菜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包菜非常好吃下饭的做法 先把包菜这样横刀给它切过来 然后再交叉切成菱形小块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盆清水 让包菜自由滑落到清水里面 把包菜清洗干净 再准备点粉丝 把粉丝用温水泡软 接着再准备一点小葱切成葱花 再切点蒜末 再准备几个干辣椒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到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辣椒面 锅底水开之后把粉丝下锅烫熟 烫熟之后灌下凉水 防止它在一起 接着再把包菜下锅 包菜煮熟之后捞出 也灌下凉水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把包菜和粉丝都放到盆里面 碗里面浇上热油 即发出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适量的湿盐和白糖 再加一勺生抽 再加入三勺陈醋 用勺子搅拌均匀 接着把料汁浇到里面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装入盘中 一盘美味的凉拌包菜粉丝就做好了 开胃油下饭 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